其實要介紹這個兇手叫謝岩信 謝岩信這個人的背景值得介紹 就是說他以前住在冰冬 他跟太太離婚了 那麼他這個曾經做水果的進出口 他賣那個榴槤 對馬來西亞進口榴槤 泰國 馬來西亞進口榴槤 他買台灣 但是他拿百多萬 付不去 他現在 這個老闆的前任司機他車禍 所以他就一定捕捉 應徵司機 謝岩信就來應徵 他頭那時候當然你不了解他 但是他長期觀察覺得這個人可信 這個人就住在公司的宿舍 而且胃部不多 那也都算認真 一個月給他3萬5萬 但是常常給老闆請錢 就說他老闆破爬 不然就什麼事 都給他3萬5萬 3萬5萬 錢沒多 那可是一個孫子 大概沒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殺這樣的人 然後不許這麼細密 想怎麼說 警方就覺得這個人 應該沒有一個人 沒有辦法這樣做 因為他是怎麼出國的 他是訂了一張機票 從高雄的小港機場到香港 警方如果說他會對香港走 隨時他沒有走 他一個警車 事發之後 他一個警車去到小港機場 他穿著 等到手機走之後 他又衝出來 還有另外一個警車 總是去高鐵 這個高鐵一個到桃園 桃園 到桃園機場 然後再出境 可是出境他怎麼出境 那是假護照 可是假護照誰幫他做的 所以就一定不管他自己 而且那個假護照是以假亂針 那個假護照 你看他補救多久 他是跟他的堂兄 表哥 表哥堂兄差不多 他跟他買五千塊 你去偽照 所以你說他一個人 能獨立這樣子做嗎 我覺得不可能 而且那個campo很快 尤其我覺得最吊詭的是什麼 他逃去泰國 他逃去泰國他怎麼生活 我們是要有人接應他 很奇怪 要接應嘛 所以大家就說很奇怪 我們討論那麼多 他都是怎麼暴露在陽光底下 大家都知道是誰 可是很妙的是 有三個 其他有三個幫手 可是那三個幫手 從頭到尾隱身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而且非常順利的跑掉了 那這三個人 重點是在哪邊 他哪裡來的 然後以一個司機的一個 也不是說他的身分 而是說他的財力也好 他的人際網路 他其實算是很隱密 這三個幫手哪裡來 要不要錢 那是誰請的 這條錢沒領到 沒領到嘛 因為人家說三千 只是多問一句 聽到那行員多問一句 他就嚇到了 他就以為通通釋放 其實你們忽略一點 他有三萬坪的土地 那這個土地就是問題 只有土地的糾葛 積怨或是有些利益的糾葛 才會引起共謀 或是來做一個這樣的 光打電動玩具賺那個錢 雖然不是什麼 也是辛苦錢 但我個人認為絕對是後面 一定有一個 打電動玩具是辛苦錢嗎 我的意思說打電動玩具是 電營國藝網站 國藝網站 這賭博一定跟黑道有關係 但是真的會產生 重大殺雞的一定跟土地的糾葛 可是那個糾葛怎麼樣 我們真的不清楚 可是我認為身邊的這個司機 其實離你最近 你看最危險 他最了解你的人 我記得我曾經 採訪過一個大老闆 專門做股票 做建築 那件事情是怎麼樣 就是他司機來跟我爆料 說話來講 他常常家裡面招待所很大 一桌都是 就是一百都是那種 幾十桌的麻將 也怕的 什麼都有 就家裡就像一個 小型的賭場這樣 他跟我講說裡面炸賭 而且他都偷偷的 會丟一些什麼 比方說暗示 手勢 還是說白掉了 暗示是什麼東西 他裡面就是炸賭就對了 然後是他的司機 而且是幾年 你知道嗎 司機跟他炸賭 沒有 司機出來爆料說 我跟你講 我的老闆炸賭 我看不下去 每天美女圍繞幹什麼的 我都站在旁邊 我看得很清楚 我跟你講 至少十年 這個司機 十年 後來發現是什麼原因 後來我去找當事人 那個老闆 他就覺得 很誇張 你也太誇張 因為他說他的招待所 其實因為大 所以都有監視器 幹什麼 都可以調出來看 好 重點是在於就是 後來這個司機為什麼要這樣做 搞了老闆貼事 因為他看那個大老闆 有很多的 比方說生意往來的也好 一些老闆來來去去 人家說來 幫我弄一下 因為他們那時候有一支股票 彼此合作 銷不好使 不送了到 有一點真實 他就買通旁邊的司機說 你就去把它弄 然後就出來爆料 因為你跟他十年 你講得最有公信力 這只是因為有一個過不去 就是有一個利益 給他一個利益 讓他爆料 對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再加上十年說 對 我也覺得你對我不好 你很小氣 你也沒有特別關照我 我一個月給他三萬塊而已 你叫我這樣 24小時隨口隨到 給他工作 不然他不要做他可以離開 三萬塊 我又沒有一劑之長 我在那邊待個十年 沒有一劑之長 你領三萬塊先做 突然間出現一個鄭老闆說 我跟你講你把這個事情搞定 我跟你一筆錢 然後你轉來我這邊 我一個月給你五萬 我要不要幹 我剛好做啊 那人就是這樣 讓別人 讓他透露一瞬 他要再用這個台頭 是啊 這個案子我最有興趣 我剛剛剛剛到現在 還是對司機這兩個字 真的很有興趣 因為我覺得司機真的是 如果你把它弄成一個開車的 這個案子就會很難破了 我覺得你還是要圍到司機的 因為你一個人要去找一個人 絕對沒有說 我要給你多少錢 你有一台 司機是我們記者 很重要的縣名 我想文婉應該也知道 我想不管跑社會縣的 財經縣的 政治縣的 我們要去經營 絕對不會去經營那個局長 經營那個處長 經營那個 我跟你講 這不會跟你說事情 會跟你說老闆的事情是誰 屬於 所以有一次 之前也有做博弈產業 這個社會新聞都有 為了這個case 我們還回去翻歷史資料 我覺得那個case蠻特別的 大家有聽過張錡銘嗎 有啊 對不對 他被判三個無期徒刑 為什麼沒有被判死刑 因為他都沒有撕票 他都沒有殺人 也就是我們說一句玩笑話的說 他在江湖上也是有做 刀意有道 口碑 因為做這樣子的刑事風格 所以大家都知道 只要拿錢他一定放人 OK 那講到這個司機 這個博弈產業的老闆 其中有很多年前 張錡銘有綁架過一個 也是在高速公路司機開車 但是司機不是判變 不是 是拔了之後 張錡銘沒有去動那個司機 因為我冤有頭 債有主 我綁一個跟綁兩個 我的風險差很多嘛 所以就把這個 博弈產業的大老闆綁走了 然後綁走了之後 司機後來就是沒有動司機 後來就想 那就找人啊 對不對 就要等消息啊 而且這個被綁走的大老闆 在被綁之前還跟他的一個好朋友 也是一個很大的老闆 他就跟他講 我跟你講 我如果有這麼客人 你要給我求 他們自己都會知道說 大概到什麼level這樣 結果大家就聽說被綁了嘛 於是他就開始找關係 要等接電話啊 真的是心急如焚 等到九天 因為什麼 這個張錡銘寄信 給這個被綁的人的老婆 然後他老婆沒有直接 沒有先交出來 所以就搞了好幾天 才聯絡上 終於聯絡上的時候就很緊張 後來就是談判 1千萬 我記得當時那個Case是 1千萬美金 約好在菲律賓給 然後就說沒問題啊 他就是我先自己出一千萬美金 先叫人嘛 因為這是拿錢就百萬 就是海外匯款 所以哪有說用自己的戶頭 那個不可能 還自己去銀行轉帳 這個第一個就是不符合邏輯 OK 然後結果呢 我記得那個Case 你還記得 不是 他後來在當天晚上呢 這個張錡銘想說錢已經談好了 而且這位付錢的人也是在 這個江湖上大家講說 很有公信力的人 說到做到的 所以呢 這哪個 當天晚上慶功啊 張錡銘花那一節 昨天喝酒了 喝個夢去 夢去就 這個被綁的這個人呢 就這樣 因為那個很偏僻的地方 要收一個什麼鐵線 繞啊繞啊繞啊 然後就翻出去了 然後順著那個旁邊有一條溪 我也忘記什麼溪 就順著溪這樣子 往下走 他就看著水流的方向 就往下走 竟然走到警察局 走到警察局去 他還帶著腳料 走到警察局 然後呢就打電話給他的朋友 說我出來 他說 明天在會議你現在就出來了 他說我走出來了 他說靠腰 這一千萬要怎麼辦 江湖好了 不是 江湖好了 你聽懂這個邏輯嗎 可是這個到底要不要給 江湖好了 所以他們的真正的業 就是道上業界 他們的邏輯 跟我們想像的是 是不一樣 因為他們認為說好不殺 就要照片照片就對了 結果 結果真的要會過嗎 就沒有會 怎麼會 因為已經破案了 但是後來 這個有照顧他的那個 有給一點錢 還是給一點錢 雖然他人在裡面 也照顧他需要照顧的人 還是有一點 還是給了一些錢 比如說你進去了嘛 你人總是有五個親戚吧 對不對 你的親戚 這邊就幫你統統照顧了 所以這個是專業啦 我就說 綁人的跟被綁的人 大家都有那個專業 你就我聽 我看到那個故事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這不是我們想像的 也跟他說好 這什麼要怎麼 你出來 難道他 他應該要在那邊 待到明天嗎 台中的議長 他就被綁過了 他被綁過有兩個人 給他掛保證 就是說你把綁錢 我們一定有 不然你找我 台中有一個是 台湘 鄉代會 也是張錫明啊 鄉代會的主席 你這也是張錫明給綁的 那不是 不是 這事情就過了 我是說 他叫兩個政治人物 一個是立委 當過當過 那兩個人 跟保證說 是我們照顧 你人家綁 人家綁 人家綁 你看我有信用 兩個人背書保證 就沒問題了 其中有一個背書的是 黑道的老大 那張錫明以前是他的部下 他說我指名要他 他講話我才算數 都要胖胖的 壯壯的 對 人家的人講話 看人的 有人家一部的就是三個人 對 來 我們先休息 一千萬美金 好 來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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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買個保證 對 因為你兩個都很久